今天,又报道着,这将金华的一对夫妻因救助了一条警犬而遭遇刑事立案,目前处于取保候选阶段,当地警方表示警犬是在放风时背道。 这对夫妻的救助实属盗窃,可有证据显示,这条警犬已经并非第一次背道,究竟是夫妻打着救助流浪狗的旗号,偷到鸣犬,还是当地警方钓鱼之法。 回顾,垃圾堆旁捡回流浪狗警察找上门来趁其盗窃警犬,6月29日,这将金华的英女士和丈夫朱先生散步时看到一只狗在一排垃圾桶旁逃去垃圾。 英女士认为,狗很数弱可怜,英是流浪狗,于是二人将狗带回家中,给他洗澡喂食,准备有空了找人领养。 然而,7月2日,民警却找上门来把他丈夫带走,声称二人盗窃金犬,他随即前往派出所交涉,却也被拘留了。 7月3日,二人交钱取保候审,据英女士反应,从派出所出来时,又看到那只狗在垃圾堆旁找东西吃,无人看护,这次夫妻二人转身走了,因为害怕再惹麻烦。 7桥,被误认为流浪狗的警犬并非第一次丢失,让人感到7桥的事,之前就有人因为盗窃警犬,被刑事处罚过。 英女士曾对媒体踢倒,在多湖派出所接受处理时,一份价格鉴定书,上注明他们捡到的警犬名叫老三,但这并不是老三第一次被偷走。 中国庭审公开网上定是父子盗窃警犬遗案的,庭审视频显示,以致名为老三的警犬,在多湖派出所北侧路口放封,是被父子二人偷走。 老三是德国牧羊犬,警犬件号为150156011101,01953,多湖派出所一万五千元,从计划是公安局警犬基地购置,用于治安选拢,最后,法院认定二人犯到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期隔约,并处拔金一万元。 目前,英女士夫妇已被立案,案件正在移送检察院,夫妇二人已联系律师为其辩护,到目前为止,夫妻二人手里只有交钱,办理去保候审的相关票据,没有收到过警方出具的任何正式的法律文书。 警方,警犬当时被贩访嫌疑人,知道西明贵嫁及制止名贵金犬,为何独自在垃圾堆旁翻垃圾? 两名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盗窃的主观故意? 针对网友关心的直接疑问,10月20日深夜,金华市京东公安分局,针对此事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犯罪嫌疑人朱某,英某知道该犬系名贵犬种德国牧羊犬。 警方最新通报,相关派出所所长被停职30日记者获悉,金华市公安局领导对此事件高度重视,通报了该案的处理进展情况。 英都湖派出所相关人员对散放的警权未进到管理职责,违反了警权饲养管理操作规程中的相关规定。 京东公安分局决定对所长停止执行职务,对警权管理员于以此退处理。 金华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朱某、英某所设案件,是公安局行政支队已介入,将结合朱某、英某夫妇提供的线索和证据。 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等进行全面核查,紧早给当事人一个明确的答复,并对媒体的监督和网民的关注表示感谢。 对话当事人,没想到市井权警方曾说狗怎么管得住问,你是怎么发现那只狗的? 他当时在干什么? 英女士,我做完约子第一次去散步,离开出所一百多米处,有一排垃圾桶,他在跑垃圾吃,问, 为什么想把他带回家呢? 英女士,他看起来很瘦弱,可仓,精神迷你,很饿很渴的样子,我看他实在可怜,想着如果没有攻击性,又需要救助,就带回去,问,怎么把他带回去的? 英女士,我们吹口哨招招手,他就过来了,很清净很温柔,我丈夫骑着电动车,他拖了一下狗前脚,他后脚蹭, 一下就上来了,问,回家后呢? 英女士,他刚回家,整个脸直接冲到脸盆里喝水,特别渴,喝得特急,吃了一整个店饭包的饭,至少吃了四个人的量吧,之后给他洗了澡,没顿被他荤彩素菜,给他喝肉汤,再加餐一两个粽子,之后他精神恢复了一些,待他散步时,发现他左肩脚有点薄,问, 有没有想过他是精神,英女士,他脖子上有项圈,项圈外侧没有标志信息,也没有狗排,洗澡时把项圈翻开,内侧什么也没写,更没有精神信息,而且当时看到他时,并没有意识到附近有派出锁,他没有张望主人的动作,周围也没人看护他,问,把狗带回家里后,你们怎么打算的? 英女士,当时认为狗还很虚弱,就养几天,等他精神好了以后,拍张照发到网上,如果有主人找上来救还,如果没有的话就送到我以前认识的救助站,问,明顶是什么时候来的? 英女士,7月2号中午明顶到家里,说我们涉嫌盗窃罪,把我丈夫带走了,我安慰我父母,这个事情很容易说清楚的,让父母帮我看一下宝宝,我马上去派出锁,把事情说清楚就没事了,问,你去派出锁后发生了什么? 英女士,我在多湖派出锁,接待大厅和民警谈话,他们态度不好,一口咬定,我们偷到警犬,我们把狗放出去,你把他抱走就是偷啊。 我问他们,大行犬在街上游灯怎么行,会不会伤人,会不会传染疾病,他们说,狗怎么管不住,他要出去就出去嘛,问,做笔录的时候你和警方都说了什么? 英女士,民警说我们偷狗的证据,就是天空显示我们把狗带走了,但我们一直不承认这是偷,我们只是看他可怜救助他。 问,后来,你们又见到那只狗了吗? 英女士,交钱取保候审后,当我走出派出锁时,又看见那只狗在垃圾堆跑东西吃,怕看见我们还蹭过来,但我们害怕再惹麻烦就走了。 问,现在案件竟然到哪一步了? 英女士,公安机关正在搜集材料,准备移送检察院。 大门,有收到过立案通知书,也不知道之前对我们采取强制措施的依据是什么,来源,新华社版权归原作者所有编辑,么么哒。